手游酷玩 自远古之时就相互征战 我们的目标就是从每一个队伍中 征集一群英雄来拯救这个世界 现在我们正式的来到游戏里面 游戏的前部分还是比较好打的 因为都是一些体验关 在游戏过后也是得到了金币 还有些装备 而且这款游戏有一个特点 就是为每一个英雄进行加点 而且这个装备也可以进行升级 现在我们来到游戏的下一关 在游戏的屏幕上 我们会发现有三张卡牌 而且每张卡牌都有两个能量点 这个能量达到一定的峰值之后 我们的英雄就会放出一个超级大战 在刚刚的游戏里头 我们的法师因为能量点已经达到了一个点数 所以他放出了一个超级大战 直接就把对方的英雄全部推倒 在过关之后 我们会看到这个奖励品中出现了一张新卡牌 这张卡牌就是一个射手 估计是在刚刚的对战中 在对方的英雄里所得到的 这个射手应该是一个输出类英雄 在这款游戏里头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英雄的摆放位置 像这种大块头的战士 要放在整个队伍的最前方 因为他们有吸收伤害的能力 像法师还有弓箭手 要放在整个队伍的最后面 因为他们的防御能力是非常的低 只要被对方的英雄所碰到 他们的血量下的也是非常的快 在这一关 我们也是顺利的把对方的英雄全部击败 这款游戏也是有休闲玩法的 比如在游戏的右下方 有一个称号 后面有数字 这就是这款游戏的加速器 只要点击这款游戏就会加速进行 而且这款游戏还有一个更休闲的玩法 就是如果把每个英雄摆在他特色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手机放在一边 或者去吃个饭 或者是看看电视 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 看到游戏就会发现 我们的英雄已经把所有的战利品给我们带回来了 想一想是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现在感觉屏幕我们的队伍已经出现了危机 在对方的一个大招之下 我们的三个队员全部被撂倒 多亏我们有一个弓箭手 如果没有他 这场战斗我们就是输的是非常的惨 虽然赢了也是一个惨胜 这时我们要多注意这款游戏了 因为我们的队伍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强盛了 现在是时候该调整一下我们英雄的位置了 还有这个大招的跃用 而且在以后的战斗中对方的英雄也是非常的强盛 在这一关里头我们发现对方的队伍已经出现了四人小队 而且都是侵占英雄 这样就给我们的防御兵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在几个回合之后不许我们的防御兵是扛不住 现在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的紧张 因为最后一个防御兵已经倒下 他们已经来到我们的法师面前 我们的法师的防御能力是非常低 在几个回合之后也就是壮烈牺牲 最后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个射手身上 在他一次监狱之后 这两个残血大病全部被这个射手干掉 如果有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可以为我们留言 留言后我们持续为大家进行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